通知 全国毒疫苗、毒食品受害儿童家长请注意 10月1号下午3点 我们一起去省政府、市政府抗议 要求省长、市长在国庆日为人民服务 满足人民的合理要求 第一 对因毒疫苗、毒食品而致病致残的儿童 实行免费医疗 第二 赔偿毒疫苗、毒食品受害儿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第三 依法惩办毒疫苗、毒食品生产厂家和包庇他们的官员 请大家尽力传播这个信息 并邀请所有亲朋好友、其他维权人士一起去声援围观 人多力量大 政府才会解决问题 这次是全国联动 请各省市的受害者分别在下列地点集合 然后高唱国际歌 一起向省市政府进发 北京、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南端、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门口、广东、广州北京路天河城百货门口、浙江、延安路五四六号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湖北 武汉水果湖步行街中柏仓储门口 湖南 长沙步行街 商业街的黄兴广场 江西 南昌广场北路万达广场 安徽 河飞淮河路步行街 何家福超市门口 四川 成都 春夕路步行街孙中山同向 重庆 解放碑广场 广西 南宁清云街万达广场 福建 五一广场 云南 昆明金碧路金碧广场 河南 郑州二七广场 山东 济南全城广场 河北 石家庄永辉城市生活广场 山东 济南全城广场 陕西 西安新城广场 山西 太原 柳向街与铜锣湾步行街交界 麦当劳 麦当劳门口 其他地区受害者 到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门口聚集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十一上街 不见 不散